从现场当到新政院长 我看过很多争许跟官收 今天这一场最厉害 哎呦这官说的不是内阁官啦 原来是国一节庆祝大会 不只总统现身 两位院长还有副总统等人都受邀 苏建昌炒热现场气氛 但先前在立院却是跟立委吵起来 先是跟立委蒋万安杠上 还算蒋万安把国会殿堂 变成街头小混混 如今舆论持续发酵 苏建昌炮火似乎缓下来 是因为国民党团 以扬言不惜暂缓总质询吗 蒋万安则是在脸书冷回 问苏院长你脾气也发了 骂也骂了 可以好好处理用电问题了吗 这是没有肩膀的院长 不负责任的政府 院长却只顾谈50年前的历史 只是苏建昌这头无意再战 另一头民主党台北市议员梁文杰 就在脸书写下 其实苏院长讲的未必是对的 因为蒋万安的祖父未必姓蒋 还说苏建昌如果骂错祖父 确实应该道歉 质疑蒋万安协同不纯正 沿着蒋万安参选 北市只剩时间问题 绿营似乎也接力展开攻势 TVBS新闻 郑声唯一风伟 台北报导